大家好 今天跟朋友在吃飯的時候 然後就有聊到說美國買菜啊 煮菜然後就想說可以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像現在冬天啊就比較常吃火鍋 然後我在美國 大概都是用怎麼樣的食材來備料 其實我 我的那個什麼 食材幾乎都是 應該可以這麼講 我覺得 除了味噌 就是湯底味噌和 喔好吧 湯底味噌和 雞粉這部分 是亞洲超市的 其實應該是說 雞粉當然 當然美國超市是沒有賣啊 然後 但是可能你可以找到相近就比如說雞湯這樣子 所以雞粉只是 就方便 如果倒水然後就可以 那個加雞粉就變雞湯這樣 所以有點雞湯塊的概念 然後 味噌其實 美國的超市也會有 但我想說就是 後來發現亞洲超市比較便宜 所以推薦去亞洲超市買 然後 然後 基本上我的 火鍋料 多半是圍繞在幾個部分 就是 大概就是主要肉 然後 肉可能我就會用 雞肉 豬肉 牛肉這樣子 然後 菜的部分 我可能就會 就美國 美國超市的高麗菜這樣子 然後 其他的部分的話 可能就看 比如說有買到什麼 然後覺得說 還有那個我想到了 美國超市的豆腐 然後所以其實我的 食材大概就是這幾樣 然後 如果有在美國超市 比如說 我想加個蝦 還是 有時候可能突然覺得說 雖然 就冷凍魚 沒有很好吃 但是 如果你突然想要吃的話 就是 也是一個 也是一個不錯的想法 這樣子 然後 所以 基本上我就是 以豬肉來說的話 這個基本上 sausage 美國sausage 大部分都是雞肉和豬肉混的 那多半是豬肉 那其實偶爾你可能也有看到 比如說是牛肉這樣子 那 如果你有 飲食的禁忌的話 你可能 就要特別注意一下 哪一種是 可能是你應該購買 這樣 那像sausage其實就有很多 基本上 我有時候 我sausage其實不是我固定出現的常客 因為 通常我就會等它特價的時候 我就會買這樣 然後 所以可能就有庫存 那 為什麼今天 把它全部拿出來 是因為 我 年開始會不在家 然後 所以我 我剛好把它分裝一下 然後送進冷凍庫這樣 那 這個其實就是普通的sausage而已 那 這種是裡面有cheddar這樣子 所以 其實有很多種 我多半就是買來試試看 那 這個 就是 這是我的食物剪刀 然後 所以 我大概就是會 把這個sausage剪 剪一剪 然後 剪開之後 剪開之後 我就會把外面的皮剝掉 基本上 要把皮剝掉的時候 就是 因為它會黏黏的 所以後來我發現說 就是手 有點稍微 有水濕濕的時候 會很好捏丸子這樣子 所以 因為這個 外面有這個薄膜啦 所以 就是 把它 弄掉的話 就是在你在煮的時候 會比較真的 就是像一顆丸子這樣子 口感比較好這樣 那你就隨意捏一下 就 就是把它捏成丸子的形狀 這樣子 然後 嗯 這個sausage的部分 大概就是 嗯 算是 沒有固定的 說 怎麼樣弄啦 那就是 你可能喜歡怎麼樣的大小 然後 你可能 丸子要比較大顆 還是 基本上 像這種大小的 就是sausage 大概就是基本的 呃 常見的尺寸 那他 我之前有試過就是 剪五顆或者是六顆 都是還 OK的大小 就是那個丸子 就比較像是 市面上那種魚丸的大小 這樣子 那所以 就捏完可能就是這樣子 一顆的球狀這樣子 那 嗯 煮它那個時候就是 就把它丟下去就好了 以前我都是煮生鮮的 那 嗯 如果剛好有進冷凍庫的話 就其實就 就也是沒差 就是 就是把它 直接丟下去煮就好 反正 就煮熟之後都一樣 所以這個剪一剪之後 大概 你大概就看你 你通常就是 食量是多少 然後 像我自己就是 如果是這個 sausage的部分 大概都放 兩條啊 就差不多是十顆丸子 這樣子 然後 所以你大概就可以自己 自己斟酌說 你要 多少的份量 然後包成一包 然後就去 進冷凍庫 或者是你如果是生鮮的話 你就直接 剪個兩條 然後就揉一揉 就丟下去 就是你的丸子了 所以就像這樣子 都 弄成丸子之後 然後 通常 我覺得蠻簡單的方式 就是 直接用保鮮膜把它 包起來就好了 然後 你下一次要使用的時候 其實你就保鮮膜打開 然後 這個全部丟下去裡面 這個 滾水裡面煮 就 其實就 沒什麼問題 就是 就蠻簡單的 就是 反正 煮熟了 都都一樣 所以 當然你也可以 這可能 有一些 擺設還是什麼 讓它更 這個 花俏還是 比較開心 你開心的方式 這樣然後 通常我是不會 做這種 就是 這樣子 就是包裝 然後又 就是這種 繁瑣的 流程 就是 如果你是很喜歡 這樣子 這個 動手做勞做 然後 可能有自己的 這個 一個 這樣的興趣 就是 好像 好像 把食物分裝 是一個樂趣的話 那我覺得你應該會 對這個過程 非常享受其中 但是其實 後來再吃 就是 晚餐回來 其實每天從 實驗室回來 大部分的時間 其實 也是 比較晚的 就是 可能都是 差不多回來 就是晚餐時間 所以 那個 大部分的時間 我就會覺得說 直接 如果能夠 把食物 直接放進鍋子裡面 煮 是最理想 這樣 其實大部分的時間 我會 這些東西 其實都是還是生限狀況 我會盡量在 它還是 保存期限內的時候 把它吃完 這樣子 那 這樣的時候 其實我每天 我就 我就不用 就是花這整個過程 然後 那個 就是把它全部收集起來 然後 當然這個過程 可能對 有些 喜歡做 這個 這種 比較 繁瑣 步驟的人 可能會覺得 滿療癒的 這樣子 但是 通常就是要趕快吃飯的時候 就可能 事情 趕快給它解決 就直接 我通常都是 切完就會進我的鍋子 然後就拿去煮 這樣子 所以 我就會變成說 我的冰箱裡面 就有很多的 不一樣的 這個食材 然後我就會 各拿一點出來 這樣 如果要 看見到煮煮完 煮湯 煮什麼的話 我可能會直接 這個 把那個需要的材料 拿出來之後 然後 就 直接丟進鍋子裡面 就給它煮熟 這樣子 那 那 那樣是比較快的方式 然後 再來 跟大家介紹 下一個 是 剛剛是 是 所以就拿來做丸子 這樣子 然後 嗯 再來 就跟大家介紹 就是 美國的 就是 超市裡面 也有 排骨 這是其實 我在美國 就是 蠻喜歡的一個食材 這樣子 就是 嗯 雖然 可能 大家會覺得 就是 聞起來就是會有一些些味道 但是 其實 我覺得 煮起來算是蠻不錯的 所以 然後我通常就是會把它 就是 骨頭的地方就是 剪開這樣子 然後 剪成一小塊一小塊 那其實也是一樣的方式 就是 把它分裝之後 然後 冰起來 這樣子 這樣子 那 平常的話 我是 盡量 就是 如果 時間允許的話 我可能就是會提前 就是 買來第一天 我就把它冰進冷凍庫 那這樣它就是 因為畢竟 我多半拿這種東西出來 都是煮湯 那 煮湯的時候就會 嗯 算是它是最 新鮮的時候 這樣 就是超市 嗯 當天它販賣之後 然後 它 在冷藏嘛 那我又把它回到冷凍庫 這樣子 所以 多半情況其實是 不會看到像我今天這樣子 就是 在 可能過了 你看 就是剛剛 這個 我剛拿出來的時候 其實盒子裡面的肉 已經吃了 大概 一半了 然後 就是 通常那個狀態 就是 下的時候 的時候 基本上 我通常都是第一天 或第二天 就 就會花時間把它 直接全部冰進冰箱 就是其實 因為 因為後來這些東西 嗯 也是 透過煮湯的方式把它煮熟 所以就是 在煮的當下 並不是需要退冰的狀態 那 所以 基本上排骨的部分 就是 尤其是 就是它肉 肉如果你發現說 買回來之後 開封之後 比較容易 氧化 然後會變色的話 那種的話 我可能就會盡快 就是在 兩三天內 就讓它進冷凍庫 這樣子 那 那 如果沒有冷凍的話 其實基本上 我就是會 嗯 盡快 就是 可能 當週內 把它吃完 這樣子 那 這個 吃的方式其實也是一樣 就把它 這個 撿一撿這樣子 然後 丟到 滾水裡面煮這樣 看起來 這一個部分 我可能可以 分 三份 吧 就是 因為 我通常都是等份份 那 每一次煮的時候 比如說我就可以 煮到一些丸子 然後 煮到一些丸子以外 我可能又可以煮到一些排骨 然後煮排骨 的話 可能也許我有豆腐 還是什麼雞肉 什麼的東西 我就可以 再把它 這個 加加進來 那其實這樣子 一鍋裡面 就還蠻多東西的 那其實 我這樣裝好之後 我多半就是 會在上面標示 就是它有效期限 會讓我知道說 嗯 當初買的時候 其實這個預期 如果在生鮮狀況下 大概會放多久這樣 雖然這個肉品 進到冷凍庫之後 可以保存期限 會拉長比較多 但是 多半我還是會 盡量提醒自己 就是這個東西 大概 在一個月內把它吃完 這樣子 那 最後一個 也不算最後一個 就是 今天我剛好冰箱有的東西 就是 我 我離開 離開家之前 就是踏上旅途之前 嗯 這種會 會 回來一定肯定過期的東西 就是 保存期限比較短的東西 就是 跟大家 優先 就是在這次 這個影片裡面分享這樣子 然後 嗯 之後會 會就是 再介紹 更多就是 嗯 我的 在美國吃火鍋的 食材啊 就是從 不是亞洲超市 美國超市 就是 都買些什麼東西 那為什麼就是 美國超市 就是因為 其實亞洲超市 雖然沒有說很遠啊 但其實美國超市還是最方便的 那 嗯 其實 吃的東西就是 喜歡就好 所以 久了之後 就會發展出自己 一套的就是 火鍋食材的 呃 吃法這樣子 那 第三個 這個第三個 第三個東西要跟大家介紹 就是 呃 雞腿肉啊 這算是大腿啦 然後 呃 所以我通常買完 我就會把它去皮這樣子 然後為什麼買有皮板 為什麼不買無皮板 因為我後來發現說 欸無皮板比較貴 因為它它有算上那個去皮人工 然後 我想說去皮那麼簡單 我自己去就好了 然後這個 這個的話 我就把它 呃 隨意剪啊 就是剪成 可以入口的方式 這樣子 然後 呃 剪成可以入口的方式 然後 呃 基本上骨頭 我也是會留著啊 就是 因為骨頭上面也是會有帶骨 帶骨的肉 這樣子 然後 所以就是 在 在煮的時候 就是 它也是 我覺得也是一個很好的 就是 呃 食材的部分 尤其是 就是如果你喜歡喝湯的朋友的話 就是 這種帶骨的肉 是 非常棒的 這樣子 所以 大概就是 就這幾樣啦 這個 呃 然後 Chicken Thai 然後 這個 嗯 Pork Rib Tips 那這個 Tips 就是像剛剛這樣 大家看到一根一根這樣 其實 Pork Ribs 它有可能是很大一塊 沒有被切塊 那 如果你 你那邊的超市沒有 賣 就是 切成一條一條的話 其實你可以 這個 請 嗯 超市的這個 啊 這個 屠夫啦 就是 幫你這個 把它切成 你想要就是一條一條 的形式 那基本上是 你如果願意買的話 那個 他們都願意幫你做這種 額外的加工 不會收費用 你知道 所以 這個 美國這個 人力 人工 費 至上的部分 在超市裡面就是 欸 有這種 免費的服務 就要這個多多利用 這樣子 那 所以這個 肌肉的部分 就是 呃 我就會 基本上就把它去 去皮 那不會去骨 這樣子 那 你如果喜歡就是 帶雞皮的話 也可以 就是我之前有試過 但是會 整鍋就是煮起來 會非常油 油這樣子 因為撈油 撈不完這樣子 所以後來就想 算了 就是 就是其實主要也是 吃肉而已 然後你不要 不用 不需要吃這麼油膩 這樣子 所以 就 後來我都 基本上我都把它去皮 然後 去皮之後 其實 這個 也沒有很 需要花很多功夫 就 大概就是 呃 三五分鐘 這樣而已 那如果吃飯的時候 如果 你看我像今天如果 只剪兩塊來吃的話 搞不好就是 一兩分鐘要解決 這樣子 那像這樣一坨 就可以 搭配剛剛弄好的可能 也許 呃 這個排骨 一坨 一坨可能排骨兩條 這樣子 然後再加上一些肉丸子 這樣子 那 然後再加一些菜 這樣子 那 就是 組合啦 就是大家可以隨意組合 這樣子 可能也不會全部 就是這麼多種肉的話 鍋子也放不下 大概是這樣啦 那 今天跟大家介紹這三樣 這個的 美國超市 有這樣的來源 然後可以 這個 自己準備你的火鍋料 那 基本上 弄好之後 大概就這樣 大包小包的 所以 就是 這幾個這樣子 我就稱為這個 為火鍋料的 肉片好了 那之後會有什麼 蔬菜片 還是這個 這個肉的 我之後可以介紹就是 用 手工 手動的 這個 切肉機 切肉片 這樣子 這樣子 那 那個 基本上就是你要買肉回來先冰 然後冰完之後 不是這種肉 就是一塊的那種肉 這樣 然後 就是 你可能把它一開始先切成 適合大小 然後再 再去做處理 這樣 下一次等我要切的時候 再來 這個 現場 示範 大概就這樣啦 下次 請期待 這個火鍋料的 蔬菜 配料 以及火鍋肉片片